聽說你這次是五五波是不是 對 這一個區域其實很激戰 很激戰 那你有什麼想 就是你有常常在看網路上罵你的一些話嗎 就大概 大同小異啦 就是大概就是那剛剛 想要稍微真情流露的去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誤會你的什麼的 或者是說 我可以每個來賓啦 不管什麼黨派 我都會最後給他一個辯博的時間 就是說關於事實上 你自己覺得 當然就是網路上不罰 就是剛剛館長問的那一些問題嘛 比較尖銳的就是靠著弟弟啊 或者說你這幾年到底做什麼 然後是不是都沒有做事情 然後這大概就是 大概就是這一些 那其實我剛剛都 也都大概跟大家說明了 其實我想沒有一個人會願意 就是自己的家裡發生這樣的事情 然後來換取這樣的一個位置 那我也說過 如果真的有我也願意把這個位置雙手奉上 我覺得真的沒有人會願意 就是真的 家裡發生這樣的一個事情 那會站出來我也是希望說 其實 就是年輕人的聲音應該要被這個社會 聽到 然後制度應該要年輕人也要參與改變 因為 我們是要承受這一些制度 最多的人 所以為什麼我們年輕人 不站出來講這些話 所以我們希望更多的年輕人 一起來參與 然後一起出來講這些話